相信这段时间各位一定已经感受到了杭州亚运会热火朝天的赛事氛围 回顾一下往年的亚运会不只有杭州还有最早的北京广州 每一次为了迎接亚运会都会花大量的精力投入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亚运村 为了办好一场盛大赛事背后的投入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关心的不只有眼前亚运会的光鲜而是亚运会结束之后 亚运村是否是可持续的背后的投入是不是值得的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在亚运会之后那些年的亚运村怎么样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十多年前的北京亚运村 北京亚运会距离现在也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 因为时间比较久远先带大家简单回忆一下 当时的北京亚运村于1990年建成 被称为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运动员村服务中心 从地理位置角度来看 北京亚运村还是比较偏远的 已经在北京四环外面了 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 北京亚运会的具体位置 位于朝阳区北四环和五环之间 占地31.5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 当我们现在再去看北京亚运村 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社区 拥有完善的社区设施和服务 在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到 排列分布的小区 公园 购物中心 地铁等生活配套 在北京亚运村板块 集中着很多当时的亚运村小区 在北京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也是那时的富人区 当时能在那儿住 更多的是身份的象征 众多外国人 演艺明星 成为亚运村的首批业主 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后 亚运村一度成为了 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住宅 就拿会员公寓来说 可以说是全国最值钱的公寓 在1995年左右 其销售价已涨到1800美元平方米 相当于差不多1.3万平 可以称得上是比识的天价了 那么现在呢 亚运村小区二手房价又是多少呢 我在北京练家网上查了下 数据显示 目前整个北京亚运村板块的 二手均价约8万美平方米 二手房小区均价比较高的几个 都在10万左右 比如不是祥园 二手单价12万美平方米 亚运西新家园 9.1万美平方米 安徽北里秀园 9万美平方米 除了住宅部分 北京亚运村同时也保留了 部分奥运会场馆 作为文化遗产和旅游景点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办 亚运村地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现在整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都在原先亚运村之间可以说形成一个片区 回顾当年北京亚运村成功的契机 一方面借助了亚运会 奥运会两次大型赛事的举办提升了自身功能 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后期北京城市的规划发展 以及越来越多人口导入的原因 令人唏嘘的还是那个广州亚运村 如果说北京亚运村是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广州亚运村可能就一个反面案例 相比较其他城市的亚运村 广州亚运村规模更大 整个亚运村总占地面积273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500万平方米 这个体量相当于四个北京奥运村 八个北京亚运村那么大 因此也有广州亚运城之称 然而广州亚运村离广州市中心实在太远 位于潘渝区莲花山南路 在地图上测一测大概在30公里台外 差不多相当于杭州市区和铜炉的地理距离 在亚运会结束之后 广州亚运村成为一个超级大盘亚运城 距离市区较为偏远 失去区位价值的亚运城成为了广州另一个税城 尤其体现在房价难涨 我查了下广州亚运城在2016至2023年的房价 在2016年的时候 亚运城的房价还在1.6万每平方米左右徘徊 这几年二手房价差不多保持在每平米2万5左右 整体上亚运城的二手均价是低于广州的二手均价的 并且涨幅也稍缓慢一点 至于为什么 首先与前期亚运村的选址有很大关系 因为亚运城远离城市中心相对来说有点偏远 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很好的地段 其次后期各方面配套基础比较薄弱 基于亚运会之后 原本规划也没有继续跟进 就比如规划的地铁三号县东沿线和八号县南沿线也还未建成 而且项目的规模太大 又在公共交通教育等配套上发展不足 业主要享受小区全部配套并不容易 当初从选址到规划落地 获取多少有一定的不合理 成为亚运城房价难涨的重要原因 很多年之后或许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当初那个亚运村 但现在的亚运城也为很多刚需在广州的一个安家之所 那2023年的杭州亚运村又有什么优势 这一次杭州亚运村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地段好 杭州亚运村的地理位置和广州亚运村不同 它的选址选择放在了一个新的城市中心 位于城市核心C位的萧山区 具体位置则在乾江市济城北部 距离目前的城市中心乾江新城非常近 直线距离仅约4.5公里 基本上可以保证从市区去亚运村不超过半小时 非常的便利 从地图上看 杭州亚运村占据核心滨江资源 整体建设的亚运村 占地面积共约1.13平方公里 由运动员村、技术员村、媒体村三个村组成 与前北京和广州两届亚运村不同 杭州亚运村的开发商就很出众 分别有绿城、旺科、华润三大品牌开发商开发建设 几乎都是按照品质商品房的标准去打造的 这一次亚运村住宅部分主要有四个地块 除了部分人才用房之外 大部分住宅都是可对外出售的 包括三个地块 分别为华润技术官员村、绿城运动员一号村 和万科运动员二号村 在杭州亚运会期间 杭州亚运村主要是为运动员们提供临时住所 而未来作为杭州亚运会配套服务的核心设施 亚运村又会以怎样的形式保留 据了解这次赛事之后 杭州亚运村不会被拆掉 而是加以利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投入使用 首先将会以一种形式存在住宅商品房 整个亚运村将被打造成一个大型未来社区 整体规模达到约万套新房房源 目前杭州对于三个运动员村 已经规划好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们先来看看运动员村一号地块 待这次亚运会赛事结束后 这里将打造成一片纯住宅区域 在配套设施上也会增加幼儿园公园等设施 现在是运动员的家 未来是市民的家 另一个运动员村二号地块 除了有住宅 还会植入更多的商业功能 按照规划 该地块内的冰水商业空间之后 将延续商业功能 成为一条具有现代水厢风情的冰水商业街区 最后一个技术官员村 总建筑面积约74.1万平方米 共有25栋建筑 这一次赛事结束后 有一部分建筑将变为住宅 还有部分将打造成开放式街区 涵盖商业商务用房 酒店 写字楼 以及商业中心等多种业态 包括媒体村 也将转化为高端人才公寓租赁住房 共计4972套住宅 并配有邻里中心、幼儿园、小学、公园等设施 国际区与公共区将转化为社区文化中心 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健身馆 并在滨河区域规划新建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等设施 比如 现在作为亚运村三村设备设施维修保养的保障用房 赛后将化身为一所幼儿园 现在运动员村餐厅 原本就是由一所小学改造而成 有学校室内空间宽阔明亮的环境 之前小学变成运动员村餐厅为亚运会服务 而杭州亚运会之后 运动员村餐厅也将继续恢复小学使用 这种可逆施工的改造方案 只需要在赛事之后拆除改造时增加部分设施 建筑就可以继续投入使用 既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亚运村建设成果 也体现了杭州亚运村绿色环保的办赛理念 亚运村不仅仅是为了亚运 最后考察都是城市管理 不论是杭州亚运村还是北京广州其他城市 每一个城市在建亚运村的过程中 都坚持着一种长期主义 每一个亚运村的建设也不只是为了亚运 还有它被赋予的更多意义上的价值 亚运村后期的运营也离不开好的开发商 在建设亚运村的前期设计建设阶段 和后期城市运营管理的引入 让亚运村变成新的住宅和新的社区 也可能变成其他形式继续使用 这是亚运会办赛的理念 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样子 我们下期待为了一段时间 那是你的生育员